2022年PostItalan为所有银行卡用户提供购物优惠奖金 长期以来 意大利人一直都被推崇用PostItalan的银行卡来支付 从而代替现金 当然国家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打击逃税 或许在过去人们还不习惯这样的做法 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网络购物在意大利开始受欢迎 电子商务开始慢慢发芽 PostItalan提出了与每个城市的指定线下 或线上的销售链相关联 在这些地方用邮局银行卡消费 可以获得返现额 例如想要去度假的人 可以通过Alpertour.it网站来预定 并且用邮局的PostItalan支付 这样就可以获得5%的返现 皆有们可以预定任何类型的假期 无论去什么地点或什么时间出发 唯一的规则是使用班高PostItalan或PostItalan付款 不过此促销活动目前不是用于 购买SwanTour和PriceStore的多轮观光项目 如果有希望学习英语参加英语培训班的人 也可以有返现折扣 并且是20%的现金返还折扣 通过班高PostItal或PostItPay付款就可以 这些折扣都与British College达成协议 该学院提供在线和面对面的网络课程 除了这些大额的现金返还 任何在2022年3月31日之前 使用PostItPay的人都将获得小额现金返还 实际上这个返现已经从2021年10月1日开始 但是活动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 对于所有使用PostItPay卡作为支付工具的人 每笔交易都将获得一五元的现金返还 返现需要使用PostItPay代码 每天最多10欧元 不过在指定的商店才有效 PostItPay代码也为商店购物提供了奖励 特别是在Tiord、Picard、Fresca Mocato和Gamarket 有的5%的折扣 Ventis 4%的折扣 佐丹隆维尼5%的折扣 以及关于购买药品的 如果您在Farmano和Farmadio这两个网站上购买药品 每次都可以获5%的折扣 其实意大利邮局这样的激励方式挺不错的 深入大家的生活 只不过如果能够持久一些 或许效果会更好 可以获得真正的新的客户和流量 意大利报名普通高中的学生太多 入学竟靠抽签 近日 在意大利由于疫情 导致许多学校无法组织入学考试 但报名普通高中的学生又超过了计划人数 因此许多高中决定以抽签的方式进行录取 报道称 一些注册报名了意大利高中的学生 收到了学校的反馈信件 信件中指出 由于高中生事案居住地家庭分配招生名额 但由于报名人数超过了学校的招生计划 学校最终不得不抽签决定录取名单 具体由于疫情等原因 导致许多高中无法组织入学考试 所以无法做到择佑录取 因此许多学校决定以抽签的方式选择声援 不仅如此 为了减少聚集 许多学校的抽签活动将在线上直播进行 以确定名额 根据学校领导的说法 此举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空间 满足学生们的需求 受新冠疫情影响 意大利一年养老金节约10亿欧元 近日 意大利社会保障研究机构 Parkasipiravidanzioli在报告中指出 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高死亡率 2020年意大利IENPS养老金 节约超过10亿欧元 根据这种趋势 未来10年内 累计节省金额可能达到120亿欧元 报道称 根据统计截止至2021年1月1日 共有423009名养老金领取者的养老金 领取年份超过40年 这意味着这些人是1980年 甚至更早退休的老人 而在一年前 领取养老金超过40年的老人 有502327人 减少了79318人 相当于一年内减少了16% 而减少的原因 许多是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 因为疫情影响对65岁以上的老人更严重 报道称 2020年 在超额死亡者中 有96.3%与65岁以上的人有关 而该年龄段的人几乎全部都是退休人员 根据计算 在2020年中 IENPS养老金花费 减少了11.1亿欧元 而受本次疫情影响 未来10年中 意大利将累计减少养老金 支出119亿欧元 不幸运